警方抓违规开进行举发单 在台南有民众发现 一台违停车辆上 假的举发单简陋到 有点像是假的 不是公家格式 只有一张A4的白纸 印上违规停车 告发取缔八个黑色的字 引发了网友质疑说 这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那么怎么会这么的克难 不过警方就澄清了 因为车辆违停的地点 是在公园用地 不是用道交条例 才会DIY告知单 同步联络车主请他迎车 车辆违停警方置单举发 但怎么长这样 夹在雨刷上白纸写着 违规停车告发取缔 字面上意思取缔违停没错 但就一张A4纸 上头印两行黑字 取缔单未免简陋的 太不可思议 我会觉得它是恶作剧 质疑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有什么公信力的感觉 有一点简单啊 正常来说警察开单不会开这种单子 都是小白单啊 奇特举发单出现在台南将军区 民众播出这张大白单 直呼第一次看到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问是不是警方经费不足 还有人猜该不会车主为了躲避罚则 自己放的 对比正式规格上头除了有进行举发红字 右边还有固定格式标出车号时间地点和违规事实 两者相比这张大白单很像人人都能DIY做得出来 应该出系公园用地 非属道路 不适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警方证实单子出自自家人之手 当天货报道场但围停地点不在道路 并非警方全择下 才会DIY告知单 也联络车主移车 自创大白单提醒 夹在雨刷上太显眼意外引发热议 借由红富奇台湾报道